好,跟著我們一起看17年的第七題 我們會顯示到一間學校學生出生的季節分佈 如果他給我們一個條件,就是我們隨意選一個學生 如果他在春天出生的話 那個分比是有九份一的 叫我們找一個x出來 也不難,因為我們知道一個圓形圖來說 其實你的度數是360度 你九份一的話,就算是這個數 對,x就等於這個數 所以他就等於40度 就是這樣 部分B 原來在這間學校裡 有180個學生在冬天出生 叫我們找回這間學校有多少個學生 在冬天出生的話 我們會知道 在冬天出生 例如我們把這個角叫做φ 我們會知道φ 應該就等於360度 減回剛剛計算到的40度 再減回秋天的90度 再減回春天的158度 啊,sorry,是夏天 那你就會計算到是 360-40-90-158 出來的答案是72度 OK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 就是這個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很簡單去理解 你想想 就是當 現在是72度的時候 我們就有180個學生 對吧 所以你可以想想 就是 代表每一度 每一度 就會有180除72度 那麼多個學生 但我們現在大概有360度 所以我們就會把它剩下360度 所以現在的總數 就會是 900人 就是這樣 那我們成功完成了17年的第七題 來吧